修车老 帮我看看我的车 去的老 好美的 来修车呢 赶紧帮我看看车 什么问题啊 我不知道 今天早上还好好的 一下子就成正案了 我那个陈楚那边 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哦 大头九样 哎呀我以为是谁的 你车坏了 坏了坏了 哦 你怎么就吃我了 哎呀你忘记了 下个星期 我还去你那里治那个感冒 哦 那好了吧身体 好啦 还不好就难搞了 大半个月过去了 也是也是 不过不是你的功劳 后面我去了其他城所 吃了一餐药才好了 哎呀 也不说那些了 都已经才会过去了 那你到我们医院那边城所不行吗 哎呀 医院那边城所 钱是夸了 不少啊 他夸了差不多两两两两千五百块了 奇怪了 我也帮你开了很多抗生素啊 怎么就 你开了太多了 那你搞到我家里面的药 现在还没吃完 帮我看看那个车 不过是怎样的不 主要你先放放好啊 你要 预约不 挂号啊 哎呀 你怎么走我们医院那种流畅呢 我那个是正规的 你开个没修店你就预约了 现在也没看什么人啊 大头主要是这样呢 我跟你说 我修车我也挺忙的 我也要预约 也要挂号的啊 也急也急不了 好吧 又预约什么时候 现在我预约现在 你也知道了方圆这个五十公里 就我一家修车的 对不对 我知道我知道 那你说什么时候兄 哎呀 这个你先挂号预约 挂号的话 要要要要够七十块钱 挂号费 先给挂号费嘛 你怎么收费跟我一样的多啦 怎么跟你一样多啊 我在那边挂号也是七十块钱 每行有每行的往规对吧 你你也要顺走啊 那 转账给你 好收了 还有我 你要专修呢 还是要 要我那个土地修 那边那个啊 怎么啦 怎么流口水呢 还吃皮屎呢 哎呀 我这个土地刚学的嘛 刚学的 是啊 你要他修的话 就赔一点嘛 那让他修我的车 那不是也跟着他流口水流鼻涕吗 我知道你意思是说你信不过 当然啦 那我就要专修 专修就要我这个师傅出洞了吗 必须的 我这个师傅出洞的话 价格又不一样了 价格不一样 对啊 那有什么不一样 可能比那个土地修贵一点哦 贵多少呢 说说说 哎呀 修好再说嘛 修好再说啊 啊 那修好你看看什么问题 哎哟 大头啊 你这个车啊 你看看 电瓶电瓶也没有了 是不是 是被人偷了 那我怎么知道 不在这里肯定是被人偷了 哎呀 你看 漆漆也没有了 不行 这样的话 等下要拉到里面去搞个全身检查 全身检查 对啊 我的车看起来 外表也是没什么问题啊 也就是少电瓶气没有了 要全身检查 你不懂的 这个流程一定要走的啊 等下拉到里面去 叫个CT 找CT啊 对啊 哎呀 你你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帮我的车修好就行了 啊 那那直接给给 先给钱 给个 啊 多少 哎呀 给个 五百块钱 来来转过来 先给个五百块钱 修车了 压金啊 听我讲完先吧 你说 车还没修好你就让我给钱啊 我看我认你医院了 只要我人还没有 你帮我医好 你你要收我钱 那是医院收的 医院流程不一样 我这个修车也要搞一个流程啊 是吧 一样的嘛 难难吗 多少多少 五百啊 五百怎么那么贵啊 哎呀 我的时候帮你旋车 旋车要检查嘛 是吧 叫个CT啊 是吧 先出这个报告啊 快点 我们集成那边还排队的 哎呀 你急你的 啊 五百块押金到了啊 你可以去上班 等等等等 不是维修费吗 押金 押金 哎呀 押金为维修费 那是一样的嘛 哦 押金跟维修费一样 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说法 没有那么正规 那马上修马上修 马上修 急不了啊 急什么急 急不了啊 我钱都给了你还急不了啊 给了又怎么样 明天再过来了 啊 明天还要过来 明天还要过来啊 那不是啊 等下你去路口那里等着 明天我给你个县长坐 我跟你说啊 哎呀哎呀 我这边还有很多急诊 并且等着 从这边走到医院那边 至少要10公里啊 你要我爬过去啊 哎呀 我的时候都去外面 受过三人说 大楼是怎样的 我跟你说啊 反正的都是一样的流程 你看我去你医院的 这不也是一样啊 我又不是那医院那边 我小 我哎呀 别烦我那边等着 哎呀我一个小小的感冒 你让我住院住了一个 一个星期 你还好意思说 我哪里跟你记下了 真是的 今天你来我家里 那是非得搞死你就这样 这种呢 黑衣裳 就我一样你 非得理 再搞个两发 还是什么的呀 还睡觉就一个人在这里 愈愈愈愈屁啊 牛车老 哎哎 大大主要过来了 我的车修好没有 你的车啊 对 修是修好了吗 但是 还什么但是 修好就修好 没修好就没修好 修好了 修好了是吧 啊 钱啊 钥匙给我钱 我不是给了你吗 钥匙给我 哎呀 你先给钱我 我跟你说 这个车我帮你修好了 花了三千五百块 修车老 发什么火 昨天不是给五百块钱 你 你说又是押金 又是维修费 怎么今天又变成三千五了 你听我慢慢到来 我帮你换了一个新电瓶 车台我也帮你重新换了 里面那个 那个什么电机啊 我也帮你换了一个新的啊 啊 你看看 这外盒啊 这个我都帮你换过了 我的车没什么问题啊 你一样子 我开的好的 你又说什么电机坏 又什么什么坏 电池我不说你被偷了啊 车太爆了 我也不说你了 那其他地方你怎么怎么怎么算呢 我又看不到 哎呀 你怎么看得到 你又不是专业的是不是 你来到这里 我说了算 我去到你那里 你说了算 哎呀 我都说了我家里面那个药啊 还有一大堆我还没吃完啊 啊 我一个小小的感冒 你帮我搞了多少药啊 搞了七八百块钱的药 那我的车 我的车 买起来也就是四五千块钱 要三千五块钱 你真的开玩笑 哎呀那些我不管 反正你如果你 你不行的话 我从木材上来 别拆啊 我的车上是我 我老婆送给我的 你拆到我怎么样 我跟我老婆交代 那那你给钱 你给钱 你就可以推回去了 多少 三千五啊 赔一点 赔一点 行不行 我那个 压金 五百算了 就给三千块钱 行吗 哎呀 你有价钱吗 还有便宜便宜 我跟你说 我的严重钱 我还没计算上去 要不是今天我收了几个红包 今天那个 要收了多少 奖金 奖金 你肯定要收了别的红包 上次我就因为 收 就因为我没有给红包 你让我住了一个星期了 噢 许许个屁啊 哎呀 知道你大把钱啊 大家都是明白人 嗯 下次我的车 要是有个三强冷短 什么小毛病 我还找你行不行 哦 你下次有个感冒发烧断腿的 也找我行不行 就干嘛 你那个有什么水的啊 没事 你先不关照吧 哈哈哈 那谢谢啊 下次有去医院 不要开那么多药了 哎呀 尽量开少一点 给你打个鼓子也可以啊 哈哈哈 就干嘛 你这个大头鼓愿啊 哎 祝你保证不保证 保修一年 我去医院 你还没有保证给我啊 搞搞搞了 吃了2500块 要 了好都没好 后面搞到去那个成熟才好 那好吧 哎 祝你下次有病 继续找我啊 丢个啊 我打死你 对